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3月1日,星期二在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恒指今天升了48點,收了22761日圖 看一看日線圖,今天收了楊竹,收了楊竹和沙咪咪上面 也有升穿昨天的高位,最高位是接近5mm,但不能碰到5mm 但看回外圍指數,它有點像是反彈員 如果看回小池圖,焰火小池圖,它就有權完成了反彈 看到形態上A,B,C都已經完成了,所以有機會完成了反彈 看回小池圖,可能還有最後一浪,跌完這些浪才見底 看看今天patreon分享的圖 大家看看今早上,因為當未太清楚它走什麼浪 可以拿浪去浪之間的比例去量度 拿回MACD浪和這個浪 看見1比1.618,就是23000附近的位置 今天最後也去不到,最後還差幾十點才去到 另外要看著這個比例,日線圖跌下來是1,2,3,4,5 因為它每次反彈都跟二浪有些關係 看見3,4天前,這兩支反彈都受制於二浪的1比1比例 站不穩,所以又跌下來,這次同樣反彈到這裏 然後站不穩,又會跌下來 這些位置其實是可以升穿的,因為今天日線圖還未收 可以升穿在比例上,就有機會轉好 否則它也是趨向收音速 可以看一看它的技術指標 可以看回MACD,可以用IG,用長外指數,4小時圖 看看它的反彈 看到它對上次是2月26日,它也是收制21MA 看到藍色這條MA,它也是收制的,即是收不到在上面 它還會觸發它破底,即是這條MA就會觸發它破底 今次同樣又再墊回這條MA,也是站不穩在上面 它曾經是升穿過的,但它是以收視計的 它收視不夠在上面,其實跟前面一樣 也有機會觸發它破底 所以現在再看它的Histogram 看到算是長時間 即是說,它由這個金叉位置 由這個金叉位置,綠色的部分出得算是長時間 即是差不多,可能是要綠色轉回到紅色 那這裡就應該是有機會破底 這樣才會是有機會見底 這樣 所以透過這個4小時圖的這條21MA 和Histogram的面積的啟示 其實都大約知道反彈是結束的 那當然也可以看兩小時圖 兩小時圖拿回它那個 都是浪遠浪之間的比例,MACD浪 看到這條綠色的狗 以及後面綠色的狗 就是兩個MACD浪 即是這個部分 和這個寶貧 也有關係 比例上也有關係 看到也是站不穩1比1的比例 所以這裡也有機會完成了反彈 這裡的浪是稍微有些複雜的 這裡的浪是稍微有些複雜的 這裡的浪是有些複雜的 就是當時的最高位 也覺得不像是一個複雜的 所以它 要不就是這些位置 就破底了 要不就是它的反彈 就多一層 就是這樣多一層 然後才再破底 就是這樣看法 暫時都 應該是今個月 會有左右低位 因為 既然它這個位置 是一個 反彈浪 就是這個 反彈浪 它這個底應該會跌穿 這個底是22,100多 即是 22,100多 會不會失敗呢 失敗的機會 當然是小一點 因為不是太常見 但是假設它真的失敗 都可以找一些位置 可以量度一些位置 就是一些比較保守的位置 就是70% 即是它看來至少 都要跌到22,400下面 看到22,411 即是接近22,400 所以就算覺得 未必會去到22,100 的朋友 都可能要看著 留意著22,400這個位置 在這些位置 以下才比較是 即是怎麼都會直撥 現在因為怎麼看都是 因為這裡不是太像一個推進樓 所以應該現在去 其實都大機會破底了 大機會破22,100 但是如果最少最少 最基本的位置 都是22,400 因為它是70% 這個下跌 這個是3浪 這個下跌4浪 下跌5浪 如果下跌5浪 如果失敗的話 都要去到4浪的70% 即是22,400 這樣才上 這樣失敗5浪 這樣 看看期貨圖 期貨圖 周線圖 周線圖都是走近 這個 B浪到C浪 前面就是A C1,C2,C3,C4,C5 走完A,B,C有機會就是出一個小牛市 現在去到C5 即是由這個位置開始 就要下跌5浪 看見到 1,2,3,C3浪 即是進入直路 即是這段 進入直路後 它要站回5 這樣才有機會是完 這個浪 即是這裡 1,2,3,4,5 但當它走完這5個子浪 它應該會站回5 日線圖 期貨圖 這樣 暫時未做到這個動作 即未站到日線的5 所以應該會有5浪 5出 看看昨天說到的比例 因為2.618 經常都會是3浪的比例 因為3浪 很多次是1浪的1.618 或者是1浪的2.618 所以這裡可能有機會是3浪 即是3浪 即是這裡是1 這裡是3 這樣 所以現在走這一個 跌下去這一下 應該就是5浪 這樣 看看上陣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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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陣指數 看到收陽足 比較好 但它還未升穿1浪的頂頂 應該是3浪 如果升穿1浪的頂頂 應該就確認到大機會是3浪 暫時未升穿的話 確認不到 那 看到它這裡 也斜著上陣指數 這裡就是橫 通常會是向上突破的 這些走勢 看看導致走勢 在日線圖 看到日線圖 看到升了3浪 之後 它去到那條13MA 有少少固滑 在上面 黃色那條MA 有少少固滑 可能會升了 這裡 加上最低位 升了5日 5日 5日是轉折數 所以要留意 它可能會做5日內的調整 在這裡 倒指應該是變成底 只是在這裡 這個波幅的調整 就會令到橫指 破底 到時 倒指 再重新升浪 而橫指 也會繼續 反彈 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這裡 看到4小時圖 這裡升上去 就不像一個 推進浪 有機會是一個ABC,C是會跌得急的,亦都配合恒指下跌 所以這裏有機會是跌下去,然後再上 量度方面,看看量度跌幅,就比較像32943 因為如果要配合恒指就不像跌1比1那麼少就上,就像跌到1比1.8才上 看到329,如果用Retracement去參考,看看會是什麼位置 329,0.618,0.618這些都比較是關鍵的位置 所以309.618,018 猜看切雜紫看 seulement度高度 aid 差不多跌一看塔,是13500左右 後面的跌幅是A浪,C是A的1.618,13500 亦看了Retracement 0.618亦是13529,13500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跌下去再上去 看看 回到這個浪後,回到這個升幅 還是回到這個浪的70% 向那些位準發 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看黃金的走勢日線圖 看到3-4日前 2月25日的最低位 沒有跌穿的位置比較關鍵 因為那位是急跌下來的低位 然後它也沒有跟前面的頂位重疊 關鍵的頂位 然後呢 現在看到是做了一個 4小時圖 已經是金叉了 MACD金叉了 有效的支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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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是有效的支持位 然後 出了一個1212浪 看到這裏是 小時圖 可以出了一個1212 現在有機會開始3浪 3浪會升得比較急 看看他是不是很急的飆上去 看看他做的有效支持小事圖 小事圖他做的支持位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比較強 或者這個其實也可以 因為他1212兩已經做了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比較重要 1890 如果他沒有跌穿應該都是開始的三浪 待一下三浪有機會去到哪些位置 看到1954 1954 就這樣 看看原油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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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昨天的說法 就是昨天的分析就是 這裡走了ABC 然後走1,2,3,4,5 所以現在可以量度一下 這裡的升幅和這裡的回套 下個位有機會就是 107元的位置 即是1,2,3,4,5 這樣才有個大的回套 至少至少都會升穿這個調整的起點 因為這裡是ABC 應該最少都會升穿這個位置 看看預線圖的retracement 如果是ABC 可以拿回147元 至最低位 這個整個跌幅 它的0.618 就上個月就站穩了 所以有機會 接下來會逐步挑戰 114的位置 即是0.764 這個整個跌幅 這個整個跌幅的0.764 有機會是這樣 可以留意到114元 至於這裡的5浪量度 即是上一條影片所說 這裡1-3浪和這個5浪量度 有機會是去到105元 要留意到105元 也有機會 即是這個5浪 可能會在105元元 但用retracement 去看 有機會是114元 即是大概 阻力位都是105元至114 這些位置 看看美元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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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點像是一個 調整浪的形態 也像是三角形的 看到有個A、B、C、D、E的走勢 可能還有一浪才再下 即是這裡是一個3 這裡有機會是一個4 有機會再破一次頂 看看它是否 肉眼上是 因為看到這裏都是一底高於一底,關鍵位應該是這支竹底,因為這個底是4伊朗,如果4伊朗跌穿就應該不是三角形,否則應該會先升上頂頂 那就是96.58的位置,96.58跌穿就應該是走勢就淡了,否則它現在有機會先穿這個頂頂,因為它走了一個三角形 A,B,C,D,E 剛剛看回波浪規則,其實就不太像一個三角形柱,因為它差一點,看一看 A,B,C,D反彈得不夠多,因為D要反彈多於C的一半才算是三角形柱,譬如它這裏彈到這裏,然後再下 到這裏一定要先升上頂頂,看一看它會不會稍後呢,即看他會不會升到這裏左右 升上個位置這一半,然後再下下,下那下就不可以跌穿這個低位 這樣就是三角形柱成立,這樣就成立了,這裏可以破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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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位 所以現在還未是三角形,那會不會是其他調整狼形態呢? 因為上條片也說過現在像是月線圖的13轉節,如果生效,這個月應該是收音族 所以就看看這裡會不會是有個下跌的五郎形態,看看這裡會不會有一個,即是這釘打一近奴 如果這裡有一個這釘打一近奴,那就是反彈,即是說這裡不會升穿 因為這個浪時間上都長,即是反彈,時間都還可以再長一點,即是說現在可能就是一個ABC的反彈 即是說現在就未必太像會升穿這個頂,那也要留意著它是不是真的稍後會這樣走 如果是這樣走,那就有機會形成了一個三角形,這樣就像破頂了 暫時就都覺得這個頂未必會升穿的,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裡了,喜歡可以給個like,訂閱,youtube可以訂閱,反正都分享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轉回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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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nyt